明天起,市民要打齊三針 才能进入食肢等处所 原来到6月中,去看医馆局专科门诊 都要满足疫苗通行症要求 但有不少长者就说未到其复诊 问不到医生是否适合打針 可以怎么办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星期二的确诊个案重上300宗水平 特首林郑月娥就表示 6月下旬未必会放宽 第三阶段社交距离措施 然现时已接种第三針的市民未够六成 70岁以上长者更加不足四成 有专家就说 距离设立保护屏障仍然很遥远 政府在星期二推行疫苗通行症第三阶段 市民要打齐三針才可以进去餐厅堂食 或者进商场、戏院、健身室等等厨所 同日早上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人流不算太多 有旧期接种第三針又未打的人 立刻赶去接种 有人陪朋友来打針 说安全和喝茶都是打針的动力 打針安全一点 大家都安心打針不用那么害怕 又没有那么容易中招 但是打了針 喝茶都未必须顺利 谭先生就因为未将第三針的針卡 松苗进去安心出行里面 所以就进不了茶楼 我即场找人帮我进入的 在那场里 但是那个年轻人也是来打針 他说行了 我跟你更新了 我不知道是否 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回去拿那份針卡来 之后谭先生接返家 再带着針子回到茶楼 终于成功进去回合太太叹早茶 酒楼负责人说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 安心出行没有入針子的茶客 今早上有十四五个 是没有做这件事的 所以他又带错了針卡来 針子来 所以他要回到家 个别三几个人回来 有些住得远的就没有回来 或者打一打给他的子女 带了針卡来 今天第一天 你叫他先放进来喝茶 就有危险的 当政府部门来 他又犯法 我又犯法 那就不好了 而打齐两针的康复者 或者接种第二针 未够半年的人 亦都符合通行证要求 林女士说 自己当初都是为了疫苗通行证 才去打针 我打了两针 因为第三针要六月八号才打 我都怕来不到喝茶 因为第一针 个个都先看一看 那就延迟了 我是怕他不让你们进医院 或者诊所去复诊 去不了喝茶的有76岁的何婆婆 他现在一针都未打 原来他患有雷风湿和高血压 手脚都变小型 疫情爆发初期 他曾经咨询过医生 自己的身体情况 可不可以接种疫苗 得到的建议是不要打针 今年这种病是不能打的 今年这种病症很危险的 我就怕了就怕了这些 我现在有后卫症 后卫症就更麻烦了 因为我耳朵也听不到 要很大声 我听到少少 听不到 今年三月 即是第五帮疫情高峰期 何婆婆再去咨询 试驾医生 医生建议 由政府专科医生决定 等到五月去提专科 医生帮他预约了抽血 但是就要等到六月底 抽血报告出了来 才可以再决定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主要我都拿不定 我都拿不定 医生都不敢定 如果我有什么事 他都很难过的 我相信他都没有好好过的 那种我自己难受 我就怕到这一点 在六月十三号 疫苗通行证将会扩展到 医管局专方门训证所 地区康健中心等医疗处所 患者要打齐三针 或者提供48个钟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去 一针都没有打的河婆婆 唯有在日历里记得要去撩鼻 这个抽血 六月二十七号抽血 七月四号看医生 我才是过一几天的 哎呀 不知道还记得 撩鼻啊 撩鼻都没办法了 我都要撩了 有什么办法 那边撩就有个撩了 喂 你好啊 连者 有社工说 有很多老人家 都有不止一科专科要复诊 就算给未接种疫苗的人 做核酸检测 也可能会为行动不变的 老人家大来负担 尤其是有不少长者 复诊的科数都比较多 再加上还要复诊前的检查 可能他本身是需要坐轮椅 或者需要陪诊的服务 那如果他又要再多一次核酸检查 变了可能一次陪诊 就变了要两次陪诊 那费用又会多了 那也都有不同的长者 打来求助 有没有办法拿到决免指 那医生也都 那个标准都比较严格的 所以未必拿到决免指 政府在五月一一号 公布这个将会在六月中开始的措施 连伟桥说 不少愿意接种疫苗的老人家 都赶不及去打针 也有人在私家诊所和接种中心 被建议先去咨询转货医生 他想去地区看见中心 咨询护士 想拿到个意见 打不打针 但结果就要打了针 才可以拿到打不打针的意见 就变了有个矛盾在那里 可能他血压高 或者他有某些比较复杂的病 那里的医生都是叫他 找回专科医生才可以打 但是就未到复诊期 那便问不到 所以实行起来 如何拿到一个平衡 去年六月 医管局普通门诊诊所 也会为定期复诊的病人提供服务 评估他们适不适合接种疫苗 连伟桥希望 能够为老人家提供更多 类似的咨询渠道 并考虑放宽期限 配合长者复诊 很多时候复诊期 大部分的病人可能都是三个月 或者半年 所以实施的期限可能要考虑到 病人起码有机会去复诊一次 例如可能都会重开了一些疫苗诊所 给大家可以有机会咨询 或者也可以考虑用一些 例如快速测试的方式 去令大家方便一些可以看到医生 截至星期一 本港已经有57.1%的人打了第三针 但是打了第三针的70岁或以上老人家 就得37% 80岁或以上的就得23% 曾奇恩觉得 过往政府的防换措施已经不少 因为长者不应该再延迟接种疫苗 在过去无论这么多波疫情 当然我们尤其是刚刚第五波疫情 其实我们都看到有接种疫苗 和没有接种疫苗 那个死亡风险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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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别 因为其实这些宽限 如果你是继续容许的话 其实你可能带出了一个 我们说的一些错误的信息给公众 就是说其实都可以继续拖的 不需要那么快去接种的 本港单日确诊数字 维持在200宗以上 两个酒吧群组也持续扩大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暂时不会收紧限制 但是6月底 未必落实到第三阶段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也不会放宽外防输入措施 但是有议员建议 政府应该定下更加清晰的接种率目标 为市民提供更大的誘因 如果政府可以说去到某一个接种率 总之无论每天确诊几多案件 我们总之看着 如果重症率和死亡率不攀升 我一定不会收紧 你不要再禁堂食 运动 沙灘 那些是否可以承诺 不再关闭 很多这些东西 这样你就有个有因 当然大前提后没有一些新的事发生 是大家预备不了的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outu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